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要请教一下宋先生以及齐先生 就是中国海军副政委王登平在讲话中指出 核肥号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现役最先进导弹驱逐舰 其先进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是中国现在最新锐的防空导弹驱逐舰 跟原来的052C中华船队来做比较 第一个不同就是它的战术数据链 相当于类似的美国的Link16了 相当不错 不像052C以前是相当于Link11 它的传输的速度量都会有明显的增加 这是一个第二个 它的相控阵雷达 有缘相控阵雷达 它已经解除了原来的这个散热的问题 这是一个第二个 它的正面的面积要大 而且位置比较高 就意味着它整个伸出的范围 要比原来的中华船队要宽广得多 再来一个是最厉害的 它的垂直发射系统 也比原来的052C 它的发射方式 它是矩阵型的 彼此不互相干扰 而且发射比较灵活 它的整个导弹的布置的密度也高 所以它的整个发射单元 是64个发射单元 不像原来052C 它是48个发射单元 这个核飞舰确实是代表了中国海军驱逐舰的最高的水平 那么当然它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它有比较完善的这个对海 对空 然后反潜的这样一个功能 其中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它的这个舰艇上的生活设施 舒适环境也非常高 它适合这个相对比较远的远洋航行 那么我们看到这种类似这类的这个驱逐舰的话 将来可能会在全球的范围内 包括索马里护航啊 甚至更远一些的地方 包括低中海啊等等 大西洋这些地方 它能够进行长时间的航行 它的设备的稳定性相对比较可靠 性比较高 那么跟国际上同类的驱逐舰相比呢 我想它的技术水平已经是非常接近了 只是它的长期的积累的这个技术成熟度的考验 还要有待下一步进一步的去检验